王炳章的家人和支持者 本星期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外示威抗议 他们试图向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 递交请愿书 王炳章兄弟姐妹五人 11年来都在为他四处奔走呼吁 我们要求联合国秘书长 潘基文先生他能够接受我们的要求 因为11年的单独关押 根据联合国宪章的话 已经违背了人权 已经违背了最基本的联合国的宪章 实际上15天的单独关押 在文明世界已经认为是一种酷刑 何况王炳章已经11年的单独关押 所以他的情况我想大家都可以想而知 王炳武和来自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的杨维峰和张成亮 将代表王炳章的家人和支持者 在联合国前绝食一周 刚刚在纽约时报广场结束了28天 与王炳章同球活动的 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共同主席王君涛 也来支援此次决实请愿 他说他并不奢望中国政府能立即释放王炳章 但他希望中国能按自己的法律 允许身心严重受损的王炳章 保外就医 如果我们假定炳章先生身心都还很健康 那么我觉得中国政府或许在政治上可以有一个顾虑 但是现在炳章先生的身心如此健康上 如此差的情况下再对他进行这样的关押和虐待 就是纯粹的一种虐待和迫害了 他已经不是一个政治上的一个斗争的需要 尽管不是战争年代在和平年代 尽管共产党吹嘘他们在世界上有多稳定 但是我见过许多异议人士的生离死别 就是不希望炳章先生呢最后也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王炳章说他很高兴看到同球活动已经发展到美国西岸 并证实香港和台湾也都准备好声援王炳章 如果中国政府仍不做回应 他们会继续扩大活动范围和影响 王炳章的儿子宁汉氏上次见父亲还是在2009年 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 他讲述了王炳章不为人知的一面 我记得他看许多年之后 他看见疼疼疼疼 瘴狂疼 在某些方面是 我总是尽管他 他根据他的信心 我不能尽管他太太 但我尽管他最后来自一个人 爵士活动进行到第二天时 本就带病的王炳武身体出现不适 感到头晕恶心 但是他表示他会像哥哥一样坚持到底 VOA卫视方方明月报道 感动这个所有的对王美上关注的 朋友们 感谢观看